这是我的电脑桌面 非常简洁但不是效率 在任意处快几件奥特加控格 即可打开类似于Mac电脑的聚焦搜索 输入软件名称 回车即可快速启动 开回智能识别网址 快速打开对应网站 当你输入的为其他语言识 也能快速启动翻译 就算是高级数学计算 也能快速得出结果 甚至它还能直接定用XGP 给你解答问题 以上是这款神机软件的冰山夜角 毫不夸张的讲 装上它能让你的电脑效率大幅提升 以及再分享一个 能让你的手机和电脑互联的超强软件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开头提到的软件叫做YouTube 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觉得它好用 觉得好用的小伙伴 可以把好用打在公屏上 任意位置 快捷奥特加控格 即可打开这个搜导框 我们可以使用它做很多事情 除了前面提到的基本用法 点击YouTube头像 就来到它的插件市场 以最近最火的XGP插件为例 点击可以查看它的插件细节 评分 使用人数 用户反馈等等 一到左右的插件 点击就能安装上 点击查看关键字 有AI GPT等等 之后我们在YouTube中输入AI 即可快速调用AI插件 并且此插件提供了多个免费线路 不会魔法也能白嫖 拆着GPT的 咱就说这个功能 要个三连 不过分吧 安装PDF转换器插件 还能直接将PDF转为Word PT PIN等等 使用P量重命名插件 还能快速给杂乱无章的文件 进行重命名 而且YouTube还内置了 AI插件只需要输入软件名称 就能全盘检索 快速找到对应的文件 这么高效的检索效率 这不仅归功于AI的强大功能 还得于英特尔的EVO认证 你可以简单理解 超级智能超快唤醒 超长续航等多种超能轻薄本体验的笔记本 才能获得英特尔的EVO认证 而且经通过真实的设计与测试 在各个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 并且搭载13代酷睿芯片的超波本 多任务处理性能暴涨 你可以一边修图 一边做PPT 一边看视频 还能在剪辑视频 绝对能满足你对轻薄本的所有幻想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电脑知识 还想买一台不错的轻薄本 那记住 由于英特尔EVO认证就够了 说到EVO 其实自身也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Unison 可以做到跨设备文件传输 虽然官方称已上架微软商店 但目前并不能搜索到 我们需要在这段机中打开这个网址 然后在微软商店中打开 就能直接安装了 首次使用 你需要和电脑进行匹配 这里以iPhone为例 在Unison中点击扫描爱码 点击确认即可配对成功 这款软件的功能十分强大 将文件通到这里 即可快速分享到手机上 分享一个860多兆左右的文件 只需要30多秒 甚至要快与Mac与iPhone之间的隔空投送 当然手机端 也可以直接将文件传给电脑 点击图库选项 你可以很轻松的查看手机上的图片 视频 随便点击一个视频 也可以直接预览 当你接收验证码时 也无需打开手机查看 在消息取向中 即可看到短信内容 不止短信 其他软件的通知 你也能通过Unison接收 当对方给你打电话时 不但会给你消息提醒 而且你也可以直接使用电脑接听 甚至你还可以用它 直接电源你的手机打电话 总的来说 好的软件 能大大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但业续的软件 运行在性能更强劲的电脑上 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价值 建议大家在挑选电脑时 选择在Evo的轻薄本 因为通过英特尔实验室认证 在性能续航等各个方面都有保证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 我是Eboy 我们下次见 拜拜